国道3号发生了火烧车意外 昨天下午4点多 一辆轿车停在了北上中心路段的路肩上 整辆车起火燃烧还伴随着浓烟 不断传出了爆炸声响 而驾驶在第一时间即使潮生 但由于当时正值下班尖峰时段 也造成了车流回堵 直到昨天晚上的7点才恢复通场 爆炸巨响不断传出 国道上冒出大量黑色浓烟 以及猛烈火势 吓坏国道下正在散步的民众 消防车火速抵达国道 路肩上一辆轿车几乎被火蛇吞噬 而驾驶及车上乘客 则是在一旁交集等待 索性及时逃出 地点就在国道3号北上 225.73公里中心路段 15号下午4点多 一辆轿车突然气火燃烧 缩新驾驶在第一时间 发现车子冒烟 紧急停靠路肩并下车 不过当时正值下班尖峰时段 事故也造成车辆回堵 直到晚上7点才恢复通场 至于详细的气火原因 还有带火吊客人员厘清 记得曾路诚南投报导